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容易生气的人一定要看看 春秋战国时期 楚国的大王听说有一个七元小丽很有才华 就想把他接到身边出任相国 他让自己的进尘带着重金前去礼聘 没想到,小丽把快乐当成人生的终极追求 根本不为所动 不管如何劝说,只是全身心的鲦鱼 就是不肯出山 见礼聘的人不肯回去 他笑着说 我听说楚国有一只活了三千岁的神龟 死后被供奉在祠堂里 受很多人朝拜 你们说是死后被供更开心 还是活在泥浆里摇尾巴更快乐 答案当然是在泥水里摇尾巴比较自在 这名笑着解悟了人生真谛的小丽 就是庄子 清代学者胡文英说 庄子眼极冷,心肠最热 生活的复杂 在庄子的热场里冷眼旁观 由此创造了一个内心真正喜悦的境界 这境界快乐的身影 其实快乐就在人心无需向外寻找 读懂庄子的这四句话 我们自然会领略到快乐的真谛 一,韬光养晦,乐在安而无忧 庄子说 大之闲闲,小之贱贱 他认为人生的乐处在无忧 而无忧就是智慧处事,成熟的处理问题 为人豁达大度 处事之道退让 常常隐藏自己的锋芒 时刻留有余地 而不能像小有才气的人那样 自满斤斤计较 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 庄子是个有趣的人 不喜欢说教 便把这个处事道理 用一则小故事来告诉我们 在田子方里 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神射手烈玉寇很骄傲 找到驳昏无人 说要射箭给他看 他放一杯水在手肘上 拉满弓 连续射箭 速度快 频率大 但是手臂上的水 却一点没有动 驳昏无人 看透了列玉寇内心的浮躁 并没有赞叹剑术多么高超 而是给他泼了一头冷水 你这是射之射 非不射之射 于是他把列玉寇带到山崖上 让他站在悬崖 绝壁边 面临万丈深渊 把脚悬空在外去射箭 没想到 列玉寇刚站上去 就吓趴下了 汗流夹背 弓箭都拿不住了 别说射箭了 薄红无人这才说 真正的高手 是在任何地方都挥洒自如 气定神贤 庄子用不多的语言 讲述了做人最重要的 其实是平心 而所谓的气定神贤 是淡薄明智 是厚德在物 是安之若素 也是虚怀若骨 是知道真正的成熟 小事抬手而过 而大事很睿智 是为人低调 却动若光火 是懂得藏着 大智若鱼 内心总是处于游刃有余的地步 自然无后患之忧 而没有忧患 才是安乐 二 顺其自然 凡事莫强求 庄子说 安时而处顺 哀乐不能入也 人的命运是有定数的 顺从命运的安排 便不会轻易患德患失 更不会被不顺心的事情 影响了心情 若是按照自己的意愿 强行改变原有的轨迹 那结果必然斥与愿违 徒劳无功 更别提获得什么快乐了 庄子养生主中 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宋国有一个名叫 龚文轩的人 有一天 龚文轩见到一个人 他惊奇地发现 这个人只有一只脚 他心想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怎么会只有一只脚呢 出于好奇 龚文轩便开口问 你的脚天生就是这样 还是后来被人砍掉的呢 这个人并没有因为自己 只有一只脚而感到自卑 他淡淡地回答道 我的脚是天生 就只有一只 不是被人砍断的 人的外观完全是上天所赋予的 我这样只不过是顺其自然罢了 曾广贤文有言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天有天的道 人有人的路 人的一切都有他的因果 该有的留住就好 不该有的何必强求 若是一味强求 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那你的一生 都会被困在苦恼的牢笼里 不得解脱 无法快乐 三 乐观旷达 积极面对人生 庄子说 古之得道者 穷亦乐 通亦乐 人生在世 无论身处的境遇是好 是坏 我们都要保持一种乐观 旷达的态度 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生活 才会发现 那些我们以为很难战胜的苦难 原来可以轻松跨过 在这一点上 庄子用自己的做法 向我们诠释了什么叫做 旷达无碍 庄子晚年丧期 惠子听闻这一消息后 赶忙去庄子家调研 到了门前 他面露悲伤之色 十分严肃地走入灵堂 却见庄子坐在棺旁 岔开双腿 一边敲着瓦盆 一边唱着歌 对此 惠子感到十分不解 便对庄子说 你的妻子和你一起生活这么多年 为你生儿育女 奉献了自己的青春 现在他离开了 你不哭也就罢了 竟然还敲着瓦盆唱歌 不觉得太过分了吗 庄子回答说 你说的不对 我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呐 妻子刚去世的时候 我怎么会不伤心呢 只是静下来想想 我便释然了 生死不过是天理常数 就如同四季变化一样 现在他既然在天地之间长眠 我如果一直悲痛啼哭 倒显得我不通小生命之理 这样想来 我便不再悲伤了 庄子以唱歌的方式悼念王妻 并不是因为他冷漠无情 而是在参悟了 愿赠慧 爱别离 求不得的真谛后 选择以一种积极的方式 与妻子告别 杨万里曾坐视一首 其中有言 风力先天浪打头 只需一笑 不需愁 在人生的漫长旅途中 风吹雨打是在所难免的 困难当前 一位怨天尤人并不会改变现状 只会徒增烦恼 没有试着以乐观的态度去面对苦难 才能更好地解决那些棘手的问题 四 顺应自然 看破 而至无乐 庄子的一生都在理解万物 顺应万物 探寻天地一体的路上 但是在智慧的人 能够看透别人的生死 却未必看透自己的生死大事 这最后的障碍 可能是人不快乐的最大因素 庄子的门徒记录了庄子最后的人生 在庄子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的弟子想要厚葬他 庄子留下最后的真年 我以天地为观果 以日月为连壁 星辰为朱姬 万物为喷颂 五藏巨 岂不备已 何以加词 意思是说 天地做我的棺材 日月做我的双臂 星辰做我的朱姬 万物做我的殉藏 一切早就已经齐备 他将自己超然外物 与天地同在 与自然同息止 生死成了顺应天命 真正的实现了淡定从容 弟子们并不理解 继续说 我们是怕您死后 鸟雀老鹰吃掉您的肉体 庄子又开了人生最后一个玩笑 在地上被鸟雀老鹰吃 在地下你们以为就不会被吃了吗 我同样会被蝼蚁吃 你们非要把我从鸟雀老鹰那里 抢过来给蝼蚁吃 这是不是有点偏心呢 门徒们笑了 庄子也离开了 曹雪芹曾说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将金钱 名利 世俗的准绳通通放下 才可以潇洒的活 无挂碍 无得失 无情绪 想平常之乐 平常无乐 平常有乐 便是人间之乐 庄子有言 古之所谓得智者 非鲜勉之谓也 为其无以义 其乐而一意 庄子是天地间真正看透的人 曹雪芹借贾宝玉 阅读庄子的南华金 心中纠结 豁然开朗 筑起了一座红楼 苏东坡被贬折 理想没有实现为此困顿 但读了庄子的一切释然 从此成了快乐的吃货 随意而安 晃达了一生 庄子生死无畏 热情而热烈 行为思想影响了无数人 我们听过太多关于快乐的定义 殊不知 真正的快乐不是来自外在的浮华 而是发自内心的感受 人心执着的都是自己未曾拥有的 你觉得不快乐 有人却羡慕你所拥有的 你觉得人生困顿 生活却让你别处开花 世间事没有永远的低谷 也没有永远的高潮 读懂庄子 读懂顺应 读懂应变 读懂放下 看淡得失 会体验不一样的人生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您的留言和转发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